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从这个传统文化说说 中国写一花鸟画呢 它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这个书画频道啊 本身就是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书法有绘画 绘画里面呢 例如说国画啊还有其他的画种啊 国画里面呢 又分山水画画鸟画人物画啊 还有各种不同的画法 以及它的姊妹艺术 什么京剧啊 等等这些其他的啊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啊 太丰富了啊 很多彩的啊 我们也可以把它形成啊 一个项链啊 每一个品种 比如说我们写一花鸟画都算其中的一个非常保固的一个州 在中国写一花鸟画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 就是画鸡 今年呢 已有年 也就是今年 人们一看到鸡就想到吉祥啊 吉祥如意啊等等 比如说我们学过的 像这张画 就是大鸡大利图啊 呃 还有这个其他的画呢 呃 大公鸡或者是老母鸡和小鸡在对话啊 表现出来他是玉厨啊 呃 还有就是跟百合不在一起啊 或者是其他的春天的一些花 呃 我们以前学过喇叭花 也叫千牛花 这只母鸡呢 和小鸡在一起 好像是母鸡跟小鸡在对话啊 呃 表现秋天早晨的这种景象啊 呃 这些画呢 都是吉祥的啊 大家一看呢 都特别高兴的 从这一刻开始啊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样画鸡 我先用的是大蓝竹 条 明末 这是头 您先别着急 一会儿我再给您讲具体的怎么去画 今天我们用的颜色啊 比较简单一些啊 呃 主要的 有这个啊 朱砂 有水红 有胭脂 这算一组 这一组呢 有浅到深 这样排列的呢 啊 呃 一会儿呢 我们还要用 像 这时 铜黄 这两个颜色 我先调 布纱 很红 很正 然后 调属红 肩上再 少调一点 优质 一笔一定要火炭 啊 具体结构 一会儿我再给您讲 明镜一定着急 我来先画一个大家看一看 我再换另外一支 提枣笔 咱分枝 azu 他这边 再om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把鸡分成几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头和它的径这一部分 这个部分 就是包括头和它的径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总体是一个躯干 这个躯干呢 下面是背 肛心这点是翅膀 然后下面 前面是胸 下面是腹 然后后面是铜 这是躯干 这部分 缺带部分 整体这是一个缺带部分 如果我把这儿 进入当中的话是这样的 这是一部分 这是一部分 然后后面是鱼鱼 这是鱼鱼 我就不飙了 这是大腿 这是小腿 然后呢 它的爪子 是三前一后 一共是四指 三前一后 刚和小鸡 也是一样的 这个躯干部分 上面是背 下面是胸腹 侧面是它的指南 我今天讲的这个 就是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告诉大家 它呀 分成几个部分 我们把这个部分了解了以后 要了解它里面 都包括哪些内容 然后很重要一点 看一看 它哪个部分是活动的 如果把动态掌握好以后 这鸡呢 就是活的 在这一边上来 通过话数学 去了解它 然后以后的课呢 我再给大家讲这个问题 把这个规律掌握好以后 它就不难了 今天我还要讲 就是说 有些重点的地方 怎么画 这个眼睛啊 是圆的 我希望您不要画特别圆 要方圆 然后呢 嘴 在这个位置啊 这叫口缝 从嘴尖开始拿后画 这口缝 一定要在眼睛的下面 啊 这个嘴分成上片嘴 和下片嘴 上片嘴 后 下片嘴 白 有些同学呢 是这样画 上片嘴 下片嘴 一样后 这是错误的 这点是眼前 眼后 为什么要画眼前 眼后呢 是为了把眼睛给衬托亮了 啊 这点是他的耳 奇妙啊 他也有耳 呃 然后呢 他上面有机关子 这机关子在什么位置 我先把这画好 您看一下啊 机关子的位置 在这啊 呃 感觉脑门靠前 不要落在脑袋上 这点是脸 这脸是红的 然后下面呢 呃 他有囊 分左右 进出的这个显得比较宽一些 远处那个呢 呃 露出一部分 可能就露出一小条来 啊 这意思到了 就行了 啊 这是咱们讲的 呃 这个头部 它的结构 我们根据 它这个 呃 结构 还可以啊 就是 变换角度去画 变换角度 呃 正的 反的 我们画头部的时候呢 一般要求墨色 要求是最深的 最浓的 在这个部分 它颜色最鲜艳 机关子 然后这点的墨色 最浓 还有就是在用笔上 不要太刻板 比如说拿这个嘴来说 要表现出它的力度 呃 就是有的地方 得要握下去 呃 有的地方呢 要稍微细一点 啊 这个嘴前面这啊 不要特别的尖 啊 呃 比该顿的时候顿底 呃 另外呢 呃 除了它以外 爪子 爪子 往往好多同学啊 就是画爪子觉得啊 是很困难 啊 呃 我们画爪子的时候呢 首先第一 要掌握它的重心 重心怎么去理解 我这只毛笔把它搁在中间 搁中间以后 它重心落在两 两脚之间 这样呢 它就站稳了 也可以呢 就在重心上 是一个脚 给拖住了 就可以 然后那只脚呢 它就可以抬起来了 我们前几次啊 给同学们讲了小鸡的画法 这小鸡呢 呃 这个脚啊 各式各样的一些动态 啊 大家掌握了以后 对于理解大鸡的动态 那是很有反骨的 啊 可是小鸡的脚啊 比较简单 就像这个似的啊 这个 这个线条去表现就行了 这个呢 呃 我们就要稍微刻画一点了 啊 刻画的时候注意什么呢 刻画的时候注意啊 就是 它上面啊 有鳞片 有鳞片 它是前边有 后边没有 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啊 攻击 有这个 这条铸 这条铸 公指 太重要了 这公指决定了这个 整个爪子的方向 这是一个 爪子 是个支架 这个支架要注意啊 平着 呃 在琴鸟里面 凡是在树干上 要抓住树干的 抠着 像老鹰 必须要抠着 但是呢 如果这鸡 它是在平地上走的 啊 它要老抠着 那就太别扭了 就食物场里后呢 它形成了这种习惯啊 长平了 这我们只画了一半啊 下面还有 它的肚 关节 长 这是肚 这是肚 这是这个关节 啊 通过这个弯曲 要看出它这个 紧 后面这个值 是最小的 就行了 这是 爪子的画法 有些同学在画 小鸡作业的时候啊 就是 很随意这么一画 就完了 中间是散的 就不对这个 不完整 让人看到啊 这长得很结实 才好 这是这么画 啊 根据这个基本画法 那我们就可以画出 各种不同的角度来了 就是提起来了 如果是一个脚着地了 另外一个脚了 提起来了 它就很轻松 很轻松 它自然的就放起一块笼 啊 我下面再说说这个机关子 这机关子的颜色啊 一定要 凝重 先调 竹沙 再调 鼠红 再调 腌制 把眼睛给圈起来 掀起来以后 眼睛更显得亮了 下面呢 呃 我再换一张纸 再画一画 同学们看一看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一下 它的结构 分成几个部分 然后一些细节 该注意的地方 也都说了 甚至咱们心里头啊 有点底了 啊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画机的时候 到底是从哪个部分开始画起 这都没有什么关系 啊 呃 您就感觉 我画哪个部分 更有利于能够抓住整体动态 那你就从哪个部分开始 啊 刚才啊 咱们是从头开始的 现在呢 我变换一个方式啊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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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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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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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现在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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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